香港政府在近幾年提倡建造2.0 希望盡量提升在業界中的建築方法 人財培訓和資源運用 相信未來的機遇就是希望在這幾個範疇 我相信我們會跟著政府的方向 能夠大大去創新 更加符合配合這個方向的發展 就是這個和未來的公司的機遇 近年我想最熱心的題目 第一就是BIM 第二就是MIC 第三就是DFMA BIM技術我相信現在的開展已經很合化 人才都有 但相信都是渴求的 我們公司成立了BIM技術訓練中心 亦都積極力去培養我們內部的人才 希望能夠訓練到每一個同事 能夠懂得去應用BIM 這一兩年就是最多大家提起的 叫MIC MIC的應用方面最主要就是 近一年左右用在所謂的住宅房屋 在所謂的防疫中心 還有一些現在最新的醫院 我們公司就有這樣的榮幸 我們就做了三宗的防疫中心 其中一宗就是李義門 另外一宗就是足高灣一期 足高灣三期 最近剛剛員工的就是我們大嶼山的臨時醫院 醫院裡面有一個東西 它也有 它是一個負壓病房 裡面的設施包括真空 有氧氣 還有一些所謂的其他的醫療設備 所以裡面的複雜程度和安裝程度 是相對我們剛才說的幾個更加複雜的 其實我們在這個臨時醫院裡面 我們所有基電的裝陷都用DFMA 就是組裝 我們在工廠組裝了一件一件一件 來到地盤上一件一件陷上去 再接駁 是大大縮短了時間和質量的 這個未來我相信DFMA在業界來講 都開始會很成立 因為因為時間上和質量上 是大大改善到的 做建築香港有限公司 就是香港已經40年以上 其實我們是在1979年成立的 我們主要的業務就是做土木工程 房屋工程 基電工程和基礎工程 最主要我們是以客為本 現在其實我們希望能夠服務到客人 能夠達到他的要求 尤其是能夠將我們最後的產品 結成品能夠在很高質素地 交回我們的客人 我們最開心的